国民党第三选区参选人谢龙介带着先任议员讯分参选第八届立委选举 他认为整个气势对国民党比较险峻 因此民进党喊出国会改革要把国民党旧的立委换下来 他认为这个国会毫无效率可言 整个气势对国民党比较险峻 所以民进党喊出要国会改革 要把这个国民党旧的立法委员换下来 我想这个国会是毫无效率可言 一年平均只通过一百六七十个法案 韩国一年通过一千六百个法案 美国也通过五六百个法案 日本最少也四百多个法案 所以国会是要改革 国会是要换新 但不是只换国民党的 民进党长期以来在台南二十几年 市长立法委员我们都交给民进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悲情 我们没有看到台南的进步 所以要换全部都要换 一二三选区通通要换新 哇新哇新 对于第一次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新人黄耀胜 第一次打选战是否会紧张 黄耀胜说不管是老手或新手 只要跟相亲站在一起 他就相信相亲会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可以让一个干净政治的年轻人为相亲服务 国民党第一选区参选人黄瑞坤说 他要带给国民党重新出发的机会 带给国民党东山再起 我想无关是老手还是新手 只要跟相亲站在一起 我就相信相亲就要给一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可以让一个青棋 整地的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为我们的相亲来服务 我要带给国民党重新出发的机会 我要带给国民党东山再起 我是东山子弟 请支持黄瑞坤 感谢大家 谢谢阿坤啊 拜托拜托 感谢 国民党第五选区林一黄 也在下午1点30分在台南市 医师工会黄人响和医护界人士陪同 到选委会登记成为正式立法委员候选人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道 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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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ног里 幸福